HELLO 大家好 这是Sky的天涯老师 今天我们要说一下推弦 那推弦毋庸之一 肯定是平时我们天涯的所有中最有表现力最重要的一个技巧之一 那么它也是很多出色者的一个很难功课的难点 那其实我发现平时来找我学琴的一些同学呢 他经常会有一些推弦的这个动作上的小的毛病 小的不好的习惯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推弦的一个姿势 平时大家在练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推弦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发力的方式 最关键的是叫做手腕发力 那么最常见的一个推弦上的错误就是大家会用手指去推这个琴弦 那推弦的时候我们是左手的手指去并拢 靠在一起并在一起发力 紧张着然后把这个琴颈向个前的把它钳住 然后通过大拇指为一个支点 通过手腕的转动去推弦 所以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手指紧张 手指和肘背是紧张的 大拇指为一个支点 然后用手腕力度去转这个手腕去发力 也感觉有点像 其实平时我们转门把手啊 或者说去拧瓶盖的这种感觉 有点像这样子的感觉 那最忌讳就是你用手指的力气去推 用手指的力气去推 不用手腕 而用手指往上去这样去搓这个琴弦 因为很明显我们人的手腕的力度 肯定是比你手指力度要大很多的 所以推弦它并不是一个很非力气的技巧 如果你觉得推弦很难推上去 那肯定是你的这个发力的方式有些问题 有什么比较好的诀窍 可以检查自己的推弦方式 到底是不是正确呢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看你的左手的大拇指 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自己啊 你在推弦的这个动作发力的这个同时 你的大拇指如果有轻轻往下扣的这种感觉 是往下扣的感觉 那说明你的发力姿势是对的 但如果反过来你在发力 你在推弦的同时 你的大拇指往上翘起来了 那你将引起注意的 你有可能就是刚才我说的 你用手指在推 所以你用手指推的时候 手指往上推的时候 大拇指会不自觉的往上翘起来 但如果你是握住前景去转的时候 大拇指会不自觉的会往下去扣 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大部分弹吉他的人 那些大师啊那些吉他手高手 他们弹推弦的时候 大拇指都会有一个往下扣的 一个小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可以根据这个细节来判断自己 推前的这个动作是否正确 所以通过大拇指的动作 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自己推前的这个动作 是否是规范的 或者是否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姿势 那么推前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注意的 比如推前的音准 然后推前的力度 你的发力是否果断 那么快速的得到我们的目标音高 包括推前的时候尾音 如果你需要收掉尾音的话 是不是收的很果断 包括推前的时候 你放开琴弦的时候 那些护弦的一些问题 所以推前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细节 需要注意的 但是这都建立在你的姿势 发力方式是正确基础上面去做的 所以说大家平时如果你是初学者 你在练推前的时候 请一定要注意这个发力的这个方式 找到这个合理的发力方法之后 你会发现这些推前其实很简单 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很费劲 好像很难的一个动作 所以就一句话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讲 就是我们弹琴它不是体育运动 它是不需要去太多的用使用这个蛮力的 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发现你的这个动作 怎么做的就很累很酸很困难很痛苦 那肯定是你的这个发力的方式 和你的手的这个动作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去改正 那只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推前的动作上的一些小诀窍 那如果你想更深入更系统的 学习电竞台演奏 那欢迎来咨询我的一对一网课 这是干天老师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